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Unlike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in Hollywood Heart actually knew something of the old west 他说与他在好莱坞的同时期的那些大明星们不同 这个哈特对蛮荒古老的西部地区确实有些了解 这个unlike表示与什么什么不一样 这是借词不要看作不喜欢 不喜欢是dislike 那个是动词 这个当然contemporary叫同时代的人 或者是当代的人都行 在这儿是表示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明星 那么我们来看两个词变戏 先读一下第一个词叫同时代的人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还有一个词呢 叫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这个人 我们再读一下 contepart contepart 表示在另外一个组织里边跟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吧 中国的国家首席我们的一把手习近平 我们习大胆 和美国的身份相对应的人 其实应该是American president 但你再说一遍president就跟前面重复了 所以外交司令经常说 once American counterpart 他美国地位相对应的人 奥巴马是美国难一号 Berry奥巴马 他同意建立一个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这两次先做个辩析 好 不像他在好莱坞的同时代的那些人那样 哈特对西部地区确实有些了解 咱们背景信息说了 We know that Howard was brought up in Dakotas 他本来就在西部的达克他州 长大的 Will he live until he was 16 一直住着16岁 所以确实有亲身了解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亲身了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He has lived in it as a child when it was already disappearing and his hero was firmly rooted in his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and in both the history and mythology of the vanished frontier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居住在那里 这个一当然是the old west 古老的西部地区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西部地区已经逐渐慢慢在消失了 因为蛮荒的西部没有了 不是土地没有了 是蛮荒的西部都没有了 慢慢开始文明起来了 并且and 并列联署有说并列剧 他的hero不是他的英雄了 这是他的主人公 多一词 深深的根植于 be firmly rooted in 固定搭配 深深根植于什么 根植于他的记忆和他的亲身经历之中 experience老师说了 表示经验是不可数的 但经历体会是可数的 亲身经历之中 并且还有in 这个in是跟前面的in并列的 也是相当于 his hero was firmly rooted in 但是主语和卫语都省略 只剩下这个in 但借此留下 要不然and会不会出现名词短语 我这是干嘛用的呢 主人借此in之后 我跟前面那个memory和experience 是个并列的 并且还甚至跟着于什么 是跟着于那也已消失的边疆的历史和神话之中 这两个in是个并列的 注意省略时 如果借此结束 最好留下最后那个借此 这是个规矩 好 我们看看里面那些小的细节 那么他蛮荒地区慢慢消失了 地区怎么会消失呢 其实是蛮荒的情景消失了 咱们看看这个背景 哈尔特出生在1870年 正好在美国内战1865年结束之后 五年左右他出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西部地区没了呢 在内战之后 这个奴隶制被废除了 四条穿越大陆的铁路被建成了 an American economy was rapidly developed 美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与此同时 明晚 the wild west was fading away 与此同时 蛮荒的西部地区在慢慢消失 fade away 在这个前面咱们讲过 表示逐渐消失 生死中说过了 蛮荒的西部消失了 而哈特的童年恰恰见证了这么一幕 好 并且他的英雄 his heroes firmly rooted in be rooted in 表示根植于什么什么 就来源于什么什么东西 并且受到他深刻的影响 根植于be rooted in 固定搭配 比如说 the conflict in this area was rooted in history and religion 这个地区的冲突 根植于历史和宗教之中 根植于什么里面 be rooted in 咱们三次讲过 还可以用be embedded in 镶嵌在什么里面 也是根植于 类似 embed表示是嵌入某个东西 还可以用be entrenched in be ingrained in 都是表示深深扎根在什么里面 都行 我们大声读一遍 be rooted in be embedded in be entrenched in be ingrained in 都有这个意思 而且经常都可以用firmly来加强语气 就深深的扎根于什么 深深的根植于什么 咱们复习一下三册的五十七颗重返顾里 这颗书的片段 he always meant to go back one day but not to stay his roots and mine had become too firmly embedded in the new land 父亲总是打算 有着一直回家 回老家看一看 但并不想待在那 为什么呢 他的根还有我的根 已经深深地扎根于 这片新的土地了 be become too firmly embedded in 只不过必动词谎的be come了 还是be firmly embedded 为什么没有rooted in 因为前面出现了名词roots 这再用rooted 用同根词就重复的嫌疑了 你看这是同意搭配 根植于什么 这可以替换 就镶嵌这个搭配也行 那么如果表示根深蒂固的 用形容词 根深蒂固的 可以用deep seated 或者deep rooted都行 中性词 好坏的事情都可以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deep seated deep rooted 根深蒂固的 好事坏事都行 deep seated face in god 对于上帝的根深蒂固的 不可动摇的信念 信仰 deep rooted bad habit 以根深蒂固的坏习惯 好坏都行 但三册五之后 还讲过另外一个 叫很难改变的根深蒂固的 这个一般是贬义词 而且一般修饰人更常见一些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veterate inveterate 这也是表示根深蒂固的 很难改变的 但一般指不好的一些东西 而且一般多指人 你比如说 一个老烟鬼 an inventory smoker 一个酒鬼 an inventory drinker 一个撒谎 一个赌棍 an inventory gambler 咱们不叫赌鬼了 赌棍或赌命汉 an inventory liar 一个撒谎大王 这是臭毛病改不了了 他修饰人更为常见一些 那么在复习三册十五课讲过 如果不是来源于起源于呢 那我们先复习三册第五十课的课文吧 这个在三册第五十课 新年的决心里面出现了 if we remain inventory smokers i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 so often experienced the frustration that results from failure 如果我们一直都是那些老烟鬼戒不掉的话呢 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如此频繁的经历了 来自于失败的挫折感 总失败总失败 那干脆一直抽下去了 in inventory smoker 老烟鬼 那么来源于起源于可以用have its roots in 它的根在什么里面起源于 stamp from 这三册二十九课 是否有趣也讲过 originate in 也可以表示这个发源于来源于什么 比如说基因刷处起源于中国 带进去呗 printing has its roots in China 或stamp from China 或originates in China 是来源于起源于什么就好了 好 再回到剧中 他说并且还深深根植于已经消失的边疆的历史文化之中 注意这个in 是跟前面那个be rooted in 是并列的 但注意借次留下 前面主语位语都省略了 等留下借次 省略不能过活 要不然你按后面加个名算也不知道省略的是什么了 省略的时候 如果涉及位语动词是借次结束的 一般留下借次 这也是规矩 你像本文中 his hero was firmly rooted in 后面省略了 and his hero was firmly rooted 都没了 但留下最后这个in 留下借次 留下这个根 留下我们的根 四册的28课里边 166月第16行中间 166月第16行中间出现了这么一个搭配 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what the bottle in his pocket contained Karlene完全不知道他的口袋里平的装的是什么 of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from which his friend was suffering 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朋友得的是什么病 注意着off 是明显跟着off并列了 省略是什么 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都没了 足以为语都没了 但留下借次 and off 省略的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也完全不知道他的老婆原来得的是什么病 但一个药对一种类型的病效果这么好 一定会对另外一个病有同好的效果 这个off off 足以为语都省略了 但留下最后这个借次 再比如说 你看在描述文化大革命这个句子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ill loom large in the minds of Chinese policy makers loom large到了第22课就会看到 叫很重要变得很重要 并且常常引人忧虑 那么大跃进的肖景想 还有文化大革命的肖景想 在中国决策者的头脑中依然很重要 这个你看前面这个名词省略 但后面off不要省略 你省略之后 我就不知道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是跟肖景想并列还是跟大跃进并列了 加上off之后我知道是跟大跃进并列 是这么一个对吧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钱朱书先生写的 围城中的一个片段 英文版本的片段 你能怎么说 For in a university Science majors look down on humanity majors 因为在一个大学里边 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 Humanities用复数表示人文学科 Major是某个专业的学生 Look down on 但后面你发现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on Chinese majors 只剩下一个on 省掉的是look on 对吧 但是look down 但留下后面那个on了 那外文系的瞧不起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的 Chinese majors on philosophy majors 那哲学系的呢 瞧不起社会系的sociology majors 那社会系的呢 又瞧不起教育系的 你看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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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down都去掉 但留下最后这个几次on 因为教育系的学生 没有什么人可以去瞧不起来 他们只好瞧不起 鄙视自己系的先生 自己系的教授 在这些大门男教教育学 Look down on 跟Despice在这里面是一个替换 而前面是省略时留下最后的切词 所以这是规矩 我们以后在省略时不能乱成 不要出现奇异 好 看后面 这个第二段第三句话 他说我们看屏幕吧 他说and although no period or place in American history had been more absurdly romanticized Math and reality they join hands in at least one arena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ncroaching civilization and the后面 在豆豪之前黄颜色的 当然是个让步状态的组织了 并且在美国历史上 没有任何时期或地点 能够被如此被荒谬的浪漫化了 被荒谬的浪漫化 是浪漫化的史脱离现实了 跟现实情况不一样了 电影中反映出的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有一点是反映出现实的 有一点没有被荒谬浪漫化 是什么呢 神话和现实确实在同一个舞台上牵手了 就共存了 神话和现实是不矛盾的 是都很吻合了 是什么呢 at the one arena 这个one arena 后面这个豆豪后面的黄颜色 它下号线的部分 其实做one arena的同位于 这个舞台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个人与渐渐入期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人就当是西部的拖荒者了 拖荒者开辟的土地本来可以享受这个土地 却被东部入期的文明剥夺了土地了 这个是没有被荒谬的浪漫化 这是什么一个意思 好 我们看看这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 这个join hands 表示什么意思 coexist 共存的意思 就是神话和现实在一个舞台上共存了 神话和现实不矛盾了 这个没有被荒谬的脱离现实浪漫化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冲突 这个conflict这里像是clash 或者collision双方的冲突 就是西部拖荒者和入侵的东部文明之间的冲突 好 第二段我们看到这 几个次 都在冲突 拖荒者和入侵的内容 这种冲突